哈喽大家好,我是BB,这一期视频呢我们继续来建一个No CC的宿建 因为感觉上次四合院我没有建过影,所以就又盖了一期No CC 这次我们要建的风格呢是一个棕榈泉风格 虽然棕榈泉本身是一个地名,但是这种风格呢它非常独特 就是又有点墨西哥,又有点地中海,又有些现代,又有些复古 所以整个风格就是一个很复杂,很独特的风格 我不知道这个学名叫什么,然后我去查了一下 叫沙漠现代主义,但我觉得这个太学术,太严肃了 所以我们干脆就叫它棕榈泉风格吧 我对这个风格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要用到比较鲜艳的颜色 让整个房子在沙漠中还有自然环境中跳脱出来 所以我们要用到大片的纯白色或者其他鲜艳的颜色 同时呢,它要有一点复古 因为像这种房子的建造年代一般都是在几十年之前 所以我们还要融入一点几十年之前的元素 无论是在室内或者室外 室内呢,就是一些家居啊,电器的选择 就是要突出当时流行的科技感 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比较复古的一点 所以这个房屋的整体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蓝绿色 这个蓝绿色呢,会在不一样的时段反射出不一样的光 就早上清晨的时候这个蓝绿色是非常清新的 然后落日的时候它又变得非常暖 房屋本身的结构呢,是非常简单的 是一个L型 这一次的家庭设定呢,是一家四口 就是两个爸爸妈妈 不对,一个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孩子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房子不够用的话 这个结构呢,也是很好的可以进行修改的 我呢,这次是留了比较大的前缘和后缘 前缘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这个仙人掌景观 因为我这次做了一个点状分布的仙人掌 大家可以从分面看到 就是仙人掌都长得一坨一坨的 从正面看又特别可爱 进门这里呢,是一个镂空的部分 我把这个物品调节了一下大小 所以它有个高度差 然后我用一个类似的地砖的东西 把这个高度差给补齐了 整个屋顶看起来就是比较平的一个屋顶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前缘的部分 这次选择的植物呢,也要符合这个风格的主题 要选择适合在沙漠地带生长的植物 除了这些绿植呢,我在门口也会放一排小喷泉 这样在生活模式的情况下呢 看起来又非常精致,也不会特别干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室内的部分 因为我们正面有围墙的原因 所以我们没有很多窗户在正面 而且也考虑到隐私嘛 所以我们后院几乎全部都是落地窗 所以后院的部分呢,我们也要放大量的绿植来进行装饰 这样我们在室内看到的就是整个院子的景观 就是非常具有生活化的一个空间 这次的室内结构非常方正,没有任何机型拐角 没有浪费一点空间 首先我们进来的是一个门厅 门厅直对着是通往后院的门 所以整个这个门厅呢,就变成了一个枢纽中心 这个门厅的左手边就是主卧和主卧的卫生间 现在化砖的部分呢,就是厨房 最后剩下的这一大片地方就是餐厅跟客厅 客厅旁边呢,就是这个儿童房和儿童房的卫生间 因为这次的儿童我们说是有两个儿童 但是我的设定是一个双胞胎 所以他们俩可以共享一个房间 房间也是足够大的 为了让整个空间能体现出这是一个四个人生活的空间 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到大量的生活用品和装饰用品 我觉得这个也是No CC的一个乐趣吧 因为这个物品包画风比较统一 所以就是你无论放多少 它都感觉非常统一,非常丰富 门厅这里呢,我做了一个比较家庭化的设定 就是进门这里可以放鞋子,衣服,还有书包什么的 整个空间现在看起来比较暗,比较灰 是因为我加了一个比较冷掉的白质光 但是待会儿呢,我会每一个房间都加一个暖光 这样稍微调节一下 整个空间就看起来有内味了 这次在室内的空间上 我们用到的颜色也非常大胆 整体上呢,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橙色,一个是蓝色 但是厨房这里呢,简直就是一个调色盘一样 它相当于中和了这两个颜色 也转折了这两个颜色 无论是这个有CC或者没有CC 我们好像好久没有做这种颜色比较大胆 比较鲜艳的风格了 但我这次呢,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次的厨房呢,我们几乎用到了四个颜色 蓝色、绿色、橙色和黄色 但是大家放心,这些颜色都会出现在整个房间的大大小小的装饰品上 所以不会显得很乱的 通过这些交错搭配呢 这些颜色就延展到各个房间 每个房间的属性呢,也可以体现出来 比如说主卧呢,我们就用了比较热情 比较温柔的橘色 而儿童房呢,我们就用到了比较活跃的蓝色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墙上摆了一堆装饰画 我也没给大家放选画的那个过程 是因为这一堆画我最后一张都没有用到 所以就帮大家截掉了 最后呢,我把这个餐台的高桥仪取掉了 就干脆只用了餐桌和餐椅 整个厨房跟餐厅的空间呢,就占得满满当当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客厅的部分 客厅这里呢,我也选择了一个这样比较复古的电视 就是自带音响的,感觉比较符合当时的科技感 然后整个空间呢,我们用到了这种浅蓝色 我不想在客厅放那么多颜色 是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个落地窗 还有通向后院的门 所以在客厅活动的时候,很多景色呢,是从院子里来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这个客厅的整洁干净 不要让整个室内和室外的景色打架 最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些装饰 这些装饰就可以穿插之前我们用到过的颜色 这样呢,整个两个活动空间就完成了 接下来进入到这个卧室的部分 我们先来装修这个儿童房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次用到的地砖跟墙纸呢 都带有一些复古的花砖元素 还有这种木纹的结构 这样呢,就可以跟外观上我们用到的复古元素 进行一个呼应 儿童房的颜色呢,主要选择了蓝色 所以是给两个小男孩住 最好是双胞胎 所以整个空间呢,既要满足他们的睡觉区域 学习区域,还有活动区域 所以这个拼接沙发呢,就是他们俩的活动区 旁边的柜子有书啊,有玩具 他们俩就可以在这里 既学习又娱乐 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儿童房的灯 也换成了这种暖色的日光灯 就看起来比较温馨了 这边呢,就是放了两个单人床 单人床的对面就是两个书桌 所以这个空间呢,是可以满足兄弟俩的需求的 如果放龙凤胎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因为谢尔顿跟他妹妹不就住在一个房间里吗 所以你还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 再进行一些调节的 接下来就是儿童房的卫生间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就是继续沿用了蓝色的主题 还选了一个画着小鲸鱼的玉帘 这样整个的儿童房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进入到主卧 主卧这里呢,刚才有说是选用了比较成熟 比较热情的橘色 这样就可以很好的跟客厅里所用到的橘色进行呼应 这里呢,我做了一个有的没的的化妆台 主要是为了体现一下生活气息 大家当然也可以把这个部分呢,改成衣柜 我这次特别满意的是主卧的床和床头柜的搭配 它呢,也是橘色的 然后但是整体风格呢,就是又不复古 又不现代,就像诺基亚一样 就特别符合我们这次主题 为了再体现出一点点现代的感觉 我选择了一个会发光的床头板 还有一个会发光的镜子 作为这个卧室的装饰 最后呢,我们再放一些装饰品 杂物,还有地毯 这个主卧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可以进入到这个主卧的卫生间 主卧的卧室这里呢,也继续沿用了橙色的搭配 但是因为是卫生间 所以我们运用到了化砖的元素 这里就看起来更加墨西哥或者地中海一些 整体来说,这个主卧和卫生间都给人一种比较成熟 但是又热情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后院 后院的这些拐角部分呢,都被我放上了绿纸 是因为我想把这个最正中最正新的部分 留给泳池还有室外娱乐的空间 泳池的结构呢,是根据围墙和室内院子的结构 做了一个这样畸形拐角的设计 所以它这个后院呢,还是比较大的 是足够满足一家四口或者更多的朋友来玩的 后院的颜色呢,整体来说是白色的 但是在细节方面,我还是用到了蓝色 比如说蓝色的窗椅,还有蓝色的躺椅 这样跟整个建筑的外观进行搭配 现在呢,我们是在这个傍晚模式 所以它有一点点橘色的滤镜 但是我们切到这个正五模式的时候 所有的颜色都变得非常的鲜艳 活跃 就特别可爱,有没有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组照片 这个就是整个院子的样子 从正面看呢,就有一点点抑郁的感觉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外观变成粉红色 这里呢,就是客厅 还有这个客厅背后的厨房以及餐厅 入门的地方,真的是很可爱 这次呢,又是赶上阴天拍照 所以室内有一点灰灰的感觉 但是到晚上就好了 大家可以下下来这个房子 自己去体会一下 接下来就是这个主卧 橘色的主卧 OK,那我们这次视频就要接近尾声了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的话,请给我三连 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话,请关注我 那么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